而現在就在中美貿易談判 進入最後關鍵的時刻 美國是不是把台灣 咱們也當成了擺平中國的一個解藥呢 美國眾議院7號是以414票的贊成 0票反對 無意義的通過2019台灣保證法 那麼這個法案的主要的訴求就是 第一像是對台軍售常態化 發展不對稱戰力 第二就是重啟貿易協定 目標在簽訂台美的FTA 那麼第三就是支持台灣 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 那麼這個部分呢 就是接下來等待他們眾議院 送到參議院去表決通過 然後就可以在180天內能夠生效 台灣方面總統府也在第一時間 表達了感謝支持 那麼台美關係法發展為 台灣保證法其實也不是一蹴可擊 美軍早就在台灣軍備上 也給了不少的資源 包括很多的零件跟技術 都是全力協助的 那麼台保法當中所提到的 這個不對稱的戰力呢 就包括了水下作戰 還有防空能力 美國官方力推台灣的國艦國造計畫 讓歐美許多的這個關鍵技術 都能夠開放給台灣 我們2025能夠潛艦成軍的目標 這樣子才有辦法達成 那麼另外呢就是美國 這個是美軍愛國者飛彈的相關技術公司 它也對我們的中研院的天工三行 是有所貢獻的 那麼未來我們要自製 台版的薩德防禦飛彈 這些都是不可缺的技術 那麼國際組織參與方面呢 最近中國是以不服一中原則為由 就連續三年 已經是封鎖了台灣 去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 那麼這一點呢 美國跟盟友在第一時間 就發聲來反制 像是呢AIT就立刻發表聲明說 世衛大會如果缺了台灣的話 恐怕在防疫層面會產生漏洞 那麼英國在台協會也聲明 他們就是這個與志同道合的國家 共同來表態 那麼日本外相也首度明確表達 支持台灣參與WHA 那麼對於各國紛紛替台灣來讚瞎 外部部長陳時中表達感謝 認為台灣的醫療實力被看到 他也感謝美國加強輿論力道 美國眾議院7日以414票全數贊成 零票反對無意義 通過了2019台灣保證法 這項法案要求美國對台軍售常態化 還有望重啟美台貿易協定會談 未來台灣想參加聯合國 世界衛生大會等國際組織 這項法案通過後也會給予支持 不過眾議院通過了 還要等參議院首肯才會正式生效 內布拉斯加州聯邦眾議員培根 也在推特上發文明確表態支持法案 希望美國能實行對台灣的承諾 確保實施台灣關係法 捍衛台灣得來不易的自由 美國立法挺台灣 中國官方媒體央視也沒閒著 趁著解放軍海軍70周年大動作宣布 唯一的航空母艦遼寧艦會改裝升級 是一艘戰鬥艦 面遞新使命 新任務 新要求 我們始終把備戰打仗作為第一要務 以訓出戰 以戰載訓 大秀軍事肌肉原本從俄國瓦良格號改裝 只是用於研究實驗和訓練的遼寧艦 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戰鬥任務 距離正式編列服役進入倒數 而中國的第二艘 第三艘航母 也正在打造階段 似乎有意加快航母編列的速度 牽動台灣的中美兩大國立場大不同 卻是各自動作頻頻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國際中心綜合作為第二艘航母 國際中心綜合作為第二艘航母